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叫ShayShayBuds Living Plan 你在看的是Toys TV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Toys TV Briano的玩具堂深水评测 今天和大家开箱 review 又或者unbox 又或者深入了解的一个产品 就是来自一个内地牌子的设计师玩具 一个设计师玩具牌子 Sank Toys 的一个新作 就在镜头这边 随便留在后面那些 好 就是这个 Sank 的 Sank To The Child S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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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Child 挺难发音的 有点嘲笑的 Anyway 这个人是他的牌子 上次和大家说 Lid To Sank 基本上我们都玩了一个 开了一个和大家一起看的 就是Ritual Boy 这次是Future Boy 直接开箱 今次主转角度和大家 希望领过一个更主观的角度看这个产品 试一下 不知道好不好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 feedback 我是Briano Toys TV 今天和大家深水明测的 就是Sank Toys Sank Toys Sank The Child Sank The Child 的Future Boy 之前说过Ritual Boy Ritual Boy 是一个怀旧性质 这个Future Boy 是怎样的呢 大家都很期待 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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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未開 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喜歡聽聲音 啪啪聲 這是一張卡 原來只有598席 這是240 還有印刷的簽名 我猜是印刷簽名 好 看看這個 原來很韌 所以你看到的 一張產品的剪包裝 可以看到 設計師玩具 大家會想知道這些 因為它的價值不只是 技術上 手工上的東西 可能是包裝上 設計上 體驗上都很注重 穿了一件銀色的衣服 想說不知道是誰都不行 Sank the child future boy 沒有boy字 Sank future 整件銀色的衣服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這些質料都很害怕 但是我想不用怕 玩玩具的東西 有什麼是長時間的 我就是想問問大家 好 看看這個 這些材料固然之是膠料 純膠料也不用怕 當然啦 擺多久真的不知道 我們做評測 或者做開箱 我們盡量都是說一些 真實 適合聽的話 味水銅人 這個叫做深潛水的銅頭盔 這個造型就是他們的基本 好 應該有外套 好 校服型的衣服 黑色胎 貼身的黑色褲 銀色的香 其實都很浪費 好 放在這兒 朋友仔 好了 跟上次有個不同的 上次是背囊 這次呢 就是 網裡有切皮 膠皮 的旅行袋 底部沒有花 但是四面有花 四面 對 二 三 四 拉鍊袋 當然我應該都不用問 貴一定就 這是老人家事說 不用問 有拉鍊 裡面有填充一些 佛寶膠頂住 你當然要拿一些 另一個東西也可以的 這個袋子 好 L 人仔 袋子 好了 羽毛仔 招牌的 標誌性的 羽毛仔 當然拆得出來 當然不是這樣 純粹是 裝上它了 這裡有個位子的 還有呢 形態上也有個位子 所以方向不用大家 討論的了 嗯 就對了 這裡是一個方向 這裡是四方 然後一邊是斜面的 就不會錯的了 大家不要擔心 好了 那上次呢 就騙了Ricky 有兩層的 很明顯是有兩層 我想大家都不會滿足於一層的散件 我們整份拿出來 設計師玩具的開箱方法 我想相對是有點不同 其實主要是展示了幾多散件 幾多配件 幾多內容 幾多特別 那呢 講解一些的生產工序呢 就會少些 我們都輕鬆些了 準備功夫又可以輕鬆些了 好 那沒有理由不和大家看看 先看看滑板 我知道大家相信 原來滑板上面有一把槍 那把槍呢 是零零射放在滑板上面 所以應該可以做少一個洞 但anyway 來吧 真是未來的槍 好 然後滑板 滑板好漂亮 那些顏色的配置 我就覺得真的 是一個非常水準 標準以上的設計師 的玩具 因為呢 在顏色的配搭 和造型配搭 我覺得是不可以有閃失的 就是做得不漂亮 看上去 眼睛不是冰淇淋 就很難吸引到 一些要求高的收藏價 因為覺得少有嘛 漂亮嘛 但是拿出來 價值就會提升 因為通常都是不會再做的 99%都不會再做的 好 先看看這個滑板 這個是太空型滑板 看看我小朋友 首先 上次也有一個小動物 這個是猴子 我叫猴子 摸上去會有點黏黏的 可能是生產上的 那些 靜於一些 物料 所以呢 玩完呢 大家准許洗手才吃飯 一定有的啦 玩具 有時候清得很乾淨 那些你覺得乾淨 其實有些 例如是一些 脫毛劑 素化劑,真的有的 未必清得很乾淨,所以玩完玩具記得要洗手吃飯 很可愛,整個色調是做得很理想的 其實上一隻也是,這個我做得很成熟 如果是內地設計師,這個拿捏,我自己大膽說 是一些國際水準級的 因為有時真的見過一些設計,連顏色的配置都不太理想 除非它有特殊特殊效果,但我自己看 始終覺得是商品,雖然是藝術的成份 但始終是商品,不可以太曲高 兩個桶,不特殊再拍了,一樣的 不拍了,開了都覺得傻子 好,手,四隻,是白手套來的 那就有不同的造型 這個拿著,棍子的嘛 我不逐個開了 這個就拿大條圈的,好像拿杯一樣 這個呢,是RELAX的 兩對手,手型就不是parallel 就是兩個握拳手,兩個尾,所以它不是的 這個 因為來自未來嘛 所以它有個鯊魚火箭 其實這些配件呢,通常是有些意思啦 即是,不是無無聊做舊東西 但是,又很可愛,你又覺得有點 有些猜不到的,挺有趣的 設計師玩具就是玩這些東西的 有些玩型格,即是以前Ashley Wood那些 或者現在也是,即是好型的 配件是不多的,去玩舊化,軍事化為主 這些以色彩行先的設計呢,都是挺流行的 我就覺得這些是老少咸義的 好啦,那跟上部Virtual Boy一樣 這個Virtual Boy都會有個慣 正常的,因為通常的配件可能有些重複是一樣的 但是上色和配置是不相同的 那這個應該是啤軟膠來的 這樣是軟的 那我想也挺好的,不用太擔心會弄親人 好啦,所以散件全部介紹完 這一刻呢,就將整個公仔基本上的配件都拿出來 除了手之外 基本上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抱著小猴子,踩滑板,太空滑板 握著火箭,握著槍等等 這些都是設計師玩具裏面 差不多必有的元素 顏色方面呢,這個是以顏客為主 跟之前的Virtual Boy有少少不同 設計上的配搭,真的看你見人見智 喜歡哪款 但是,基本上這個呢 大家留意一下尺寸 如果目測大概是8寸高 即是高於一般的1比12或者6寸高公仔 所以其實呢,嚴格來說 我覺得你應該classify它為1比6的公仔 因為它是一個十元仔 所以是一個1比6的十元仔公仔 因為看頭的大小應該都是1比6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的觀感 因為其實貨品它就沒有特地去說是幾多比幾的 而網上的資料應該都是1比6 好了,除了這個可以有之外呢 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另外一支影片 我們有一個Virtual Boy Virtual Boy Virtual Boy一個叫做顧名思義 就是一個懷舊款式 這個呢,就叫做未來款式 其實已經出了街的了,去年在內地 香港呢,今年就很快就發火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樓下的連結 看看相關的店就找它了